是要面对啊 眼角的泪没能忍住 工作没着落 还满身的病痛 住在台东的单亲妈妈 先生因变故离世 经济重担落到她身上 居家护理员水泥工 哪里有工作 哪里去 独自抚养三个小孩 菜跟肉分装包好 一餐吃一点 尽可能的省吃俭用 但孩子营养还是要顾 女儿贴心帮忙洗碗 岳父八千块的七身之地 一楼厨房跟客厅 还是跟别的租客共用 二楼是他们的居所 但家具没有几样 实用的小柜子 还是拿人家不要的 为了支撑家庭 单亲妈妈常年新老工作 惹得一身病痛 罹患子宫肌瘤 我也会害怕 因为已经车了两年多 我想能不开刀就不要开刀 能够吃子痛药 人够吃就好 不许孩子还小 近日单亲妈妈 昨夜眼角膜病变 若要换假眼球 还需要五到六万元的医药费 单亲妈妈抚养三个小孩 但女儿二十岁 成休学两年 为了贴补家用 而二女儿又被同学霸凌 组不出户 小儿子就读体育班 对柔道很在行 一家人靠社会救济过活 幼幼基金会也提供 些许的生活津贴 我希望我可以尽力让他们 可以渡得很好的学校 也希望他们不要放弃自己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因为我没有放弃过我自己 也没有放弃过他们 尽管生活艰困 母带父子的单亲妈妈 没有放弃希望 再苦再难 都要让孩子好好成长 端西文510台东报道 掌握天气动向 带来最详细的气象资讯 在东升新闻24小时 YouTube直播 赶快来按赞 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